在未開始說之前 大家記得支持我訂閱這個頻道 紐卡蘇頻道 這時段英國已經很厲害 但我真的忍不住要開咪 講一下剛剛上演的聯賽杯八強賽事 紐卡蘇主場對李斯特成 紐卡蘇幾經辛苦 下半場入兩球2比0擊敗李斯特成 打入四強 上半場紐卡蘇的表現 我覺得是比較失望的 尤其是佔了上半場 58%的控球時間 但錯失了很多機會 上半場總共有12次射門 包括朗史達夫也錯失了幾個機會 上半場依然未打的紀錄 何為下半場略有調整 其實說起朗史達夫也不太明白 為什麽他真的打得這麽好 為什麽會長一場都打正選呢 不知是否每個教練都有一個 這麽不太明白 為什麽會長一場 這麽不太明白 為什麽會長一場 朗羅是搶到艾拜頓的球 然後這個球彈到前面的卡斯泰尼 偉諾克迫搶一下 球彈到後面給左亞林頓 左亞林頓是送前給剛才搶到球的丹班恩 他竟然在一個這樣的左下 一個這樣的後衛 後衛突然神來之筆 有兩個後衛夾擊底下 竟然射遠著1比0 首先打了幾籠 這球球對於丹班恩來說是非常之開心 因為始終紐卡蘇是自小支持的球會 只是去年加盟他都說 其實紐卡蘇只是以一個球迷的身份 經常坐在東漢台那裏看球而已 估不到這次 這次不是他坐在東漢台 而是他家人坐在東漢台 而看著他射入這個入球 當然是非常之開心 賽後也都 鑊腰在更衣室那裏 我們看到的片段就是 在這個教練和一眾球員面前 跳回拍舞的 入球之後 剛才有份助攻的左亞林頓 到了過了15分鐘 大概是下半場30多31分鐘左右 他是接應這個艾米朗的妙傳 射成是2比0的 一傳一射 祖亞林頓這場球都是非常之掌勁的 大家記起猶新 就是上次紐卡蘇 其實已經是上個月 在世界杯之後 應該是上次紐卡蘇 作客大炒李斯特成是3比0的 當時李斯特成的 表現都是非常之不濟的 全場球 進攻的次數 遼遼可數 更加是去到82分鐘 我記得是 才是有第一個攻勢 第一個射門的 隨後呢 輸著兩球球 說回這場球 輸著兩球球的 這個李斯特成 換入他們的老牌射手 華迪 華迪 但是呢 連續是錯失兩個 黃金機會呢 可以追成 教接並紀錄 結果呢 紐卡蘇清脆利落 最後2比0呢 是擊敗了這個李斯特成 那這場球呢 可以談論的地方就是說 其實 這場球呢 紐卡蘇的射門 總共有22次之多 而李斯特成呢 只有7次射門那麼多 但是呢 中籠呢 紐卡蘇有9次 而這個李斯特成呢 只得1次而已 只是這個數據 都已經是很明顯 可以說到給你聽 整場球的大家表現是如何 而我覺得 最值得要讚賞多一次 艾迪何惟就是說 其實老實說 現在來講紐卡蘇呢 如果你大細心去想 前線 中鋒呢 都是沒有一個穩定人選 其實 金翔波雖然有上陣的 高人威爾順 其實都是踢得很飄忽的狀態 而伊薩克呢 都是 只是說 開始呢 怎麼叫 復出了 後備了又上陣了 或者姓麥斯明 都是這樣 但是呢 始終 在前面那幾個球員呢 沒有數戶的人物 沒有正前鋒 可以擔大棋的時候 而呢 竟然呢 前鋒以外的那八個球員 或者九個球員呢 都有這個射門 或者入球的本錢呢 這個真是令到紐卡蘇呢 為什麼會 去到現時為止 在聯賽 甚至現在聯賽盃有這麼好的成績 那現在其實說一下威水市 紐卡蘇呢 其實威水市就沒有了 其實如果你說相比起那邊的 李斯特成就說了 李斯特成其實 李斯特成其實 身處是 2021年 2021年的這個 竹種杯的冠軍 是吧 那也是過往的 自從這個 這個 羅渣士 2019年 執掌以來呢 是已經是 第六度呢 是打入這個杯賽的 八強的了 那但是反觀呢 這個 這個紐卡蘇呢 在過往 錦標呢 已經是很久的事了 很久都沒有贏過錦標了 即是最 最威威的那次 應該說到 是上世紀 已經是上世紀 1999年了 應該我記得 還是舒利亞 在這的時候 這個竹種杯呢 是打入這個決賽 那但是呢 講到說 上次呢 真是 捧這個竹種杯 已經是追溯到1955年了 竹種杯 最後一次 真是拿那些 那些什麼 什麼 那些 細藝杯 那些 不要說啦 那些什麼 Inner City Fairs Cup 那些不要說啦 但是說真的 是竹種杯 聯賽杯 來說 而呢 他們呢 上一次 打入這個聯賽杯的決賽 已經是追溯到1976年 即是已經是相隔了 接近47年 才再度是打入這個 四強了 那究竟 四強好對誰呢 未知啦 未抽籤啦 但是 現在紐卡蘇的形態 非常得到的 這個星期日呢 將會呢 是面對著富校 看看又是那句啦 會不會又再拿多三分啦